嗨 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要来做什么料理呢 我今天要来为大家示范就是做肉羹 那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各位请看 我准备了肉嘛 肉我已经先切好了 就是切成条状的 然后切的时候是应该是切要顺文 这样肉羹比较不会散散的 然后另外就是鱼浆 我们就准备了一些鱼浆 还有这边是应该叫做地瓜粉嘛 然后另外就是调味的话 因为肉要先把它稍微调味一下 我就准备了有白胡椒啦 那到时候就要配盐巴嘛 味素这个都是基本的嘛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弄了 我来先把这个肉稍微调味一下 然后地瓜粉也倒下去 再来就是调味嘛 一些盐巴的嘛 肉才比较有味道啊 我们就加一些就好了 一些不要太多 一些就好了 再来就是盐巴 味素 味素一些 然后提味的白胡椒 这样肉才会比较有一点感觉 然后加那个地瓜粉嘛 到时候可能比较好附着三年 就把这些先把它 搅和把它弄均匀 好 如果各位看 如果这差不多的话 我就可以把鱼浆放进来 因为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吃这个肉羹里面 放鱼浆那种味道很好吃啦 有些也是会说直接就直接用那个肉条 去沾譬如太白粉或低瓜粉 然后去做肉羹 那我今天做的就是有加那个鱼浆 那就要把鱼浆和这个肉 把它弄 弄搅和均匀 把它用手 就是让每一条 肉条都可以沾到鱼浆 如果和的差不多的话 就可以准备一锅水 这个水最好差不多九十 不要全开了 差不多九十度左右 我现在看我这水好像有点 已经开了 要不然先洗稍微 已经开了 是不是稍微给它降温一下 我现在会把鱼浆一锅 就这样 我现在用手握用 就这样 好 我现在用手握一下 那我就把这个 和好的肉条把放进去 中的脖子 好 好 今天锅子好像有点小 大概我们先弄大概一半左右 再放个一两条就好了 好 这可以差不多了 再调 好 就这样 我先这样子 让它再煮一下 好 就这样子 好 然后再放个一桁 看它了 好 点准备 好 点准备 好 点准备 多点准备 上手 点准备 准备 然后等这些肉跟浮起来的话 应该就差不多 我们再等一下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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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现在已经开 然后如果说这个肉根已经浮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好我现在把它捞起来 这个肉根我先做一部分 这个已经把它弄起来 那弄起来以后你就可以说 譬如你要煮跟做那个什么 加大白菜啊 加什么去做一些那个料理都可以 只是说我们先把它做起来 如果你一次做的比较多也没关系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 我们需要做菜的时候 你就把它拿一些出来做菜 然后就不用 每次都要一直做很做就对了啦 你可以一次做多一点 然后 要用到就有东西可以用了 然后自己做的话各位看就是 肉多 比较大块对不对 有时候你在外面吃就知道 肉根的话几乎就是鱼浆 然后那个肉几乎也很少 就像有一些什么鱿鱼根 有时候不小心一大块里面 只有一小条的鱿鱼角而已 所以如果说小孩子或家人喜欢吃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试着做 自己做这个肉根啊 或者什么花枝根 其实都可以尝试做做看 我是觉得很简单嘛 各位看就是我做也没有说 花很多的时间工夫去弄 那各位有兴趣就可以来试试做 那做很快啦 比如鱼浆 加个肉 或是甚至加个花枝 其他你就可以做一个 很好吃的一道料理就对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影片 希望各位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拜拜